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毛律師 我們有新的麥克風了 日日普大侯送我們的 然後大家不覺得這個麥克風看起來很像李春姬嗎 就是北韓那個主播 就是你不覺得他就是前面有一支很復古的麥克風 然後在那邊 然後講一對 好啦我們這一集要講的是電子煙 那為什麼會想要講電子煙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之前去宜蘭開庭的時候跟我學長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坐計程車要去法院的路上 然後居然看到一家一個很大的招牌 然後上面就寫電子煙專賣店 然後我們就相望眼就說 啊電子煙在台灣不是違法的嗎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招牌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 電子煙在台灣是違法的這件事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什麼是電子煙好了 電子煙其實是一種 電子工具或是機械式的工具 然後它裡面的成分主要是 餅二醇 然後一些植物甘油 那也會添加一些香料跟尼古丁 那香料跟尼古丁是有或沒有都可以的 那主要是用加熱的方式 把那個裡面的液體氣化 霧化了以後變成氣體 然後有點像吸煙一樣 也就是吸那個氣體 可是現在它 跟香菸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沒有經過燃燒這個過程 香菸你就要點火要燃燒嘛 所以燃燒的過程中就會產生焦油 那這個焦油對人體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研究它是一個致癌率非常高的物質 所以很多人會推廣電子煙 或者是覺得電子煙 比香菸來得無害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沒有經過這個燃燒的過程 然後沒有焦油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電子煙可以當作一個戒煙 或者是引君子 就暫時替代用的產品 但是電子煙在台灣還是違法的 因為基本上它雖然不是煙品 就也沒有一個特別的法律去規範說 電子煙不能賣 但是我們規範電子煙的法律散在各個法律裡面 比如說如果你這個電子煙的工具裡面裝的 除了甘油跟餅二醇之外 有毒品的話 可能就會觸犯到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那如果是有尼古丁的話 因為尼古丁是藥品它是藥物 所以如果你未經核准 然後就使用了尼古丁這個藥物的話 可能就會觸犯到藥事法 那現在問題就在 有曾經有人去申請尼古丁這個藥品 然後通過核准放在電子煙裡面嗎 沒有 所以你現在市面上看到任何在販賣 或是進口的電子煙基本上都是違法的 就想說啊那我就 不要加尼古丁 不要加香料 不要加毒品是不是就沒事了呢 不是 我們那個煙害防治法第14條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販賣啊 外型長得像香菸的東西 一樣是違反 煙害防治法 比如說我們以前 小時候不是有那個香菸糖嗎 長得像香菸那個糖 現在都不能賣了 因為你只要販賣長相像香菸的玩具 或是糖果的話 基本上都會觸犯 觸犯煙害防治法 然後現在就有人說 可是電子煙的外型不像香菸啊 可是就 就剛好今年5月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判決 他是認為說 我們那個煙害防治法 它的管制目的 是杜絕身心上未成熟的青少年 或因為覺得好奇好玩 然後去 使用那種煙品形狀的糖果 或是點心或是玩具 那他認為說電子煙這個東西 它的核心概念 其實就是煙 所以算它的外表長得不像香菸 就可能就像一個打火機 或者有點像瑞士刀那種 那種圓弧形的東西 那他還認為說 因為它的核心概念還是煙 那他就認為說 還是可以用煙害防治法 一次字條去觸發 那我自己覺得 比較有疑慮的就是 現在很多說 電子煙有害的呢 它的論點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抽煙 大概一天抽的量都很固定嘛 點多就是兩三包 大概就已經緊繃了 可是如果 就是你的泥骨丁吸入的量 是固定的 就至少有個上限 可是如果你用電子煙的話 因為它的那個煙油裡面 它泥骨丁含量可能不一定 所以你可能抽了一管兩管 你的那個泥骨丁含量就超過 一般應該攝取的量的上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機械式的電子煙 或者是電子式的電子煙 會有危險 它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 然後像這種論點的人 他就會給你看一段恐怖的圖片 就是在吸電子煙的時候爆炸 然後臉被炸爛的照片 可是我自己覺得是 你的論點是 有的人會去買到 來路不明的煙油 所以你裡面的泥骨丁成分 會不固定 或者是你也不清楚 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論點就是說 買到來路不明的電子煙的氣劇會爆炸 那我覺得 解決的方法應該不是 全面的禁止一味的禁止它 而是你要定出一個標準 比如說怎樣是合法的煙油 怎樣是符合管制的煙油 然後怎樣是符合規定的電子煙產品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 合法的管道去選購 我覺得跟我最近在講那個CVD的問題有點像 就是你應該是讓大家有一個合法的管道去選購 不是完全禁止它 因為說真的 你沒有辦法完全禁止的 因為現在雖然是電子煙是違法 可是你看你路上就會看到有人在抽 你在路上看到有人像火車頭一樣 就是前面都是煙 比一般抽香煙的煙還要多很多 那個大概都是在抽電子煙 抽不違法 但是你販賣跟進口是違法 那這就變得很奇怪 因為你可以抽 但是你卻不給它一個合法的管道去購買這些產品 然後反而提高它的風險 它可能因為不知道去哪裡買 然後可能就去網路上隨便買到 可能成分有問題的煙油 或者是功能有問題的器具 然後加上其實現在很多研究都認為說 電子煙雖然不是完全對人體無害 它可能還是會對人體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可是大部分的研究都認為說 它對人體的危害 至少是比香煙還要低 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香煙是合法的 然後電子煙卻是不能進口違法 其實我們行政院曾經有想要修訂煙害防治法 就是直接制定一條 就是禁止販賣進口電子煙相關產品跟零件 但是這個法條到現在到今年都還沒有通過 所以之後到底會不會通過也不知道 可是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政府對電子煙的態度就是 就是覺得它不是好東西要禁止它 但是一個東西有害 你就要完全禁止它 然後禁止人民去使用它的自由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有害啊 糖吃太多也有害啊 甚至你看檳榔已經是這麼明顯 而且就是有致癌風險的食物 有風險這麼高的東西 可是檳榔在台灣有違法嗎 沒有啊 滿街都是檳榔攤啊 那到底為什麼你會特別去禁止電子紫煙 或者是加熱煙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 是不是背後 是不是背後 對所以我自己覺得是不應該禁止啊 就是你如果覺得這個東西有害 你應該是去管制 不是完全禁止 你可以管制 然後讓大家有合法的管道去取得 你像剛剛講 你覺得它會爆炸 或者是煙油成分有問題 你就想辦法制定一個 讓大家知道我在這邊買的煙油 是可以用的 是合法的 是安全的 或是我在這邊買的這個電子煙的器具是安全的 因為你完全禁止的話 反而會造成大家黑市買賣 那那個風險是更高 那對於電子煙這個議題 一方面是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電子煙是違反的 因為你去蝦皮搜尋 其實也很多人在蝦皮上面賣電子煙啦 那你去搜尋電子煙專賣店 其實實體店面也很多 那我想這些人也不是刻意要違反 他可能是不知道販賣跟進口電子煙間是 在台灣是不合法的 那另外對於這個議題呢 我個人的想法是覺得 應該是要給予一個管制 因為管制事實上你還可以磕稅嘛 這對我們國家的收入也是一件好事啊 就是你管制人民知道要去哪裡買 然後國家也可以增加稅收 這不是一件好事嘛 你不要因為它對人體有害 你就覺得一定要去禁止它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那不知道大家對電子煙的想法是什麼 還是你有抽過電子煙呢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也記得幫我們分享按讚訂閱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 我是 你這樣 你想撿在最前面嗎 還是最後面 好丟臉喔 我不要講 好 那我要講什麼 我是法律記八毛律師 掰掰 再見